生活话题带您品尝一下台南小吃 当然是远近迟名的 现在还有老饕挖掘美食 像是在盐平市场旁边的无名小吃摊 在地30年 一颗肉圆只要10块钱的铜板价 深受在地人的喜爱 另外还有高档美食也是惊为天人 像是网红菜阿嘎 他就来到了台南一间饭店 享用了超浮夸的海鲜米糕 整整跟肉圆的价差是638倍 但网友看了还是直呼好想吃 用饭池小心翼翼 将一颗颗肉圆挖起 经营剔头的外皮 让人看了实质大动 博力多销 在菜市场大家都习惯这种价格 所以就一直延续这样下来 卖肉圆的小摊子 就在台南盐平市场旁 没有招牌也没有店名 凭着好味道卖了30年 一颗只要10块钱 蒸材食料纯手工制作 在当地远近驰名 但台南小吃不只有铜板美食 还有像这样的高档佳肴 拿着米糕摆出夸张表情 知名YouTuber彩阿嘎 席家带卷到台南寄武藏庙 其中一道米糕料理 上头还摆满大龙虾 双排干贝鲍鱼等高档海鲜食材 这样一份要价6300多元 足足比10元肉圆多了638倍 我们手工做的就做这个米糕 里面有咸蛋网呢 还有就是了一本那个干的干贝 让老涛不惜砸大钱 也要品尝一回 但不管是奢华米糕 或是平价肉圆 五花八门的美食 不但成为古都的代名词 更是游客造访台南的最大理由 解放不齐台南超不到